问 平常啊 出门在外 您最怕什么 最怕遇见前女友 你是不是没睡醒呢 你都没出过对象 哪有女朋友啊 那咋的 还不让畅想一下呀 还没出呢 就想到分手了 是啊 你那眼光是真长远 行啊 你想你的 反正我说我的 我出门在外 最怕的就是堵车 那你骑自行车呗 多简单呢 要说这自行车确实很方便 那个共享单车 对吧 你看平时咱们可以锻炼身体 尤其是现在 也不刮风 不下雨的 而且天不冷不热的 正好骑共享单车 可以解决最后的一公里问题 但是在一些地方 就是这个共享单车 成为了阻碍人出行的隐患了 为您服务 我是小木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 位于沙阳市大东区的北陶昌街上 有些会员跟咱们反应说呀 在这条大街上的前面 有一个开车步行都难过的一个路段 大伙可别以为是有人拦路啊 实际上是在前面的这个路段上呢 是有一半的空间 被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这个共享单车给占了 所以说呢空间变小了 自然你过人过车都非常的困难 小木今天呢也是来到了现场 准备看看这个事到底怎么解决 哎 这好前面已经有一辆车 好像有人在搬这个共享单车 好像在清理这个共享单车 这谁 这咱一块上去问一下吧 咱能先公通一下不 等一下 不行 我来干活啊 我们得把这用路先停了嘛 经常会堵吗 对 经常会堵的 它大概是得堵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就是正常你 那边的车也过不来 这边的车也不好过去 那人 人从哪走啊 人就是来回乱窜啊 这没办法啊 没办法 人没办法啊 既然发生堵塞了 而且知道堵塞的是那个共享单车 那没想过怎么样去找他们给解决一下 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啊 找不到谁 也不知道找找哪一位领导 也不知道找谁啊 您的那个公司的什么电话能给我一个 我还没有 我今天是试用的 我还没有啥方式呢 不是 那你 那你怎么跟领导联系呢 我只有个微信 那你就是等会儿跟我 咱们的公司去找 我啥也不知道啊 你问我 我没有用 你怎么是那个假的 经济局搜一下 共享单车水手牌 是一个APP吗 公众号 就是微信里的公众号 共享单车水手牌 这个咱们就能来言或者处理 就是在那个公众号上进行操作之后 就可以联系到咱们 对对对 尽量说这种大预期的话 尽量是投出建设局那边 建设局或者城管呢 然后城管要求咱们来相会 因为咱们是人力的话 基本很难行这种地点 对吧 城管局您好 您好我是辽量电视台大领事先记者小牧 我想咨询一些事儿 您请讲 大量的共享单车堆积 然后导致这个交通堵塞或者沾道的话 是不是可以找我们城管局 跟我们城管局打电话 然后我们城管局去联系进行处理呢 共享单车应该是归建设局管 您好是大东区城建局吗 对咱们这边有那个具体的业务科室 然后您方便这边问一下不 打电话给您行吗 可以直接找我 然后咱们这边会怎么处理呢 我这边一本行 直接联系车企 然后车企马上就轻轻走了 就是可以直接就是打咱们这个电话就可以了是吧 对可以 咋这么多车呢 这工作人员跟咱们说是由于地铁口在附近 所以说呢大伙在进停这个地铁站之前 都把车停在外面了 就以至于这车就越来越多 其实这事儿吧咱们能够理解对吧 很多人嘛都是骑着单车去坐地铁 然后顺便就把这个共享单车停在了地铁口了 这不说别的 就我们单位附近那个展览馆 地铁口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把这个人行道全站上了 所以说很不方便 其实我在想啊 这事如果说想解决的话 第一点除了咱们停车的时候一定得注意 就是我不能乱七八糟的乱停 我要按顺序摆放 第二个这个相关部门 包括车企能不能申请一个更大一点的这个停车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彻底的来解决停车难的这个问题 不过好在啊 现在这个车呢都被搬走了 以后如果大伙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影响您的正常生活了 给您生活带来不便了 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通过会员平台反映给咱们 让小牧去为您排游解难